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回来台联志社的时间喔 刚才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的动作 对着一批文章 说你如果说台湾你会激怒中国的领导人 那导致中国要来攻击我们 在濒临城下的话呢 在那时我是绝对不会为台湾流一滴血的 我觉得这种文章你分享给你的同学 这也是表达你的书课嘛 所以总是会有一点反应 或是说当然现在大家的群组那种赖群组很多 那有时候也不见得可以每一句每一段都会回应 那但是我就是说有时候 但是也不是说一直看 说真的是看到刚好又有空 所以你会回回一下下 回一下下 你只能说最近的我看到说 这个网络也在传说台南王定宇王委员 他来写一篇文章就是在说 这中国的有一些制度啦 什么批图批那些 不是很好 我就真的我看到这个我又回应说 中国有很多东西很糟糕的 而且我们台湾都受害 这这种的事情 早就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你说2010年那时候 那翻对X法的时候 好像台南在做真的啦 连民政党也没有翻X法 X法是什么 X法就是 中国可以来到这 跟你的贸易相通 自由 这才会带来 就是因为那时候 大家没有翻对X法 给X法签下去 刷入来在2013年的时候 接着要用服务贸易协议 反服贸 让你告诉我 所以我就真的就看看这个 我就觉得也是会心一下 我就想说 如果是当初 2010年那时候 民政党跟台南 做会来翻对X法 现在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台湘的死 死到惨了 因为你看 那时候动来 现在还要10年了 台南这样动 台南动不下来 因为台南 那时候连半个立委都没有 但是有人民给我们很多支持的力量 是真的啦 那接着来呢 你看 还到王头前 比总统在这前的时候 他也是在积极开放 对中国也在积极开放 有效管理 没有 结果呢 是积极开放是没有错 一直开放一直开放 但是呢 管理不周 管理不到 没法管理 没有认真管理 这个当然导致了你开放更多去中国 所以怎样 死有更多人 那没有想到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阿扁总统执政的八年 他其实对中国的开放是一直在增加的 后来来到这个马英九总统的时候 哇靠 这个就不得了了 他就整个就大 就整个大开了啦 所以说 其实我 我 你知道吗 2015年那时候呢 就是在 这个工程款 就是在 有一笔工程款 就是要 台联 要整个立法院同意的 但是 各位听众朋友 你知道吗 只有 总共就只有三票是反对这个工程款的 那就是台联的三票 那时候是我 叶晶玲委员 跟赖政昌委员 我三个 我头下的是反对票 因为 这怎么得了啊 你过去 你有十万大军的金门 都没有在缺水了 都可以活下来 有军人有十万个在那儿 你现在已经存 没一万个了 好像几千个在那儿 你这样 你会缺水 人家说 你从中国 会营水过来 你只要人家放一点毒啊 那金门不就变成了 就是在人家的首掌心吗 他放一点毒 毒哪里 毒你的军队就好了啊 我不晓得他线怎么签啊 那军队到底有没有用这个饮用水 我不晓得 但是我们当时是翻队的 我们当时是拿出翻队的 那拿出翻队 其实这个是 这个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这群组里面的人啊 他就说给台联 他就说给台联感谢啦 因为他觉得说 我们做这个事情 然后做的就是很对啦 感谢 谢谢台联 这个 感谢我们坚持的 那个三票就对了啦 我后来也要跟他说 我说喔 不用感谢啦 我感觉呢 这是做一个有志气的台湾人 应该要做的事情 这是表达一种态度啊 我说啊 我跟他说 我说我们的阿公阿嬤 过去诊斤 因为很适合的 吃这个韩族羊 吃古老十冬喔 像我 我记得我在台联监店的节目 也有说过 我的阿嬤 他二十冬前过往 那种九十四回 我小时候阿嬤娶大餐 那我很爱吃韩族 但是阿嬤那种六十几回嘛 阿嬤都不想吃啦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的 为什么阿嬤不想吃韩族 这很好吃 原来阿嬤已经自小孩 吃到老了 就都吃韩族 但是我说 我们的阿公阿嬤 就算说那样散热 但是将来没有改变 我们要做一个有尊严的台湾人意志 你说对照现在的人 薄薄都是向前看 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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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小 舒朗 昏迷 这个全市大的公围大生的 钱用担的 担有钱的 我们很足的 我们这代的人 好像是比较 阿公阿嬤那代的人 我是说 我们的气质 可能是有差一点了 我们的气质 这个杀猪拔毛的 而且 就说 叫他怎么叫公围 阿威加油 你现在是 好像就是 呃 现在却 就很 很 很温馴的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到底是 这个是 里面是有什么道理 我找不到道理阿 所以说 我说 我说 在台南 我那天 我真正是 呃 很清楚的 就是说 虽然说 现在是 较不自然 当然 这较不自然 但是 过去民进党 没自然的时候 也是 很多 我们台湾人 到小庭 大家 跟他提醒 这 当然 时代较不一样 台南 也不能说 我感觉到这个民进党 他比人 现在是 这政党 但是 我感觉说 坚持是因为 一种态度 是说 欸 因为到底 不然你们是要坚持什么 啊 你如果有说出来 如果有很清楚 而且你没有在变 我感觉说 这不是 到底支持 但是咧 我们的民众 通常 都会去看 就是我刚才来说 啊 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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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骨 也这样 酸骨 也都在看 不一定是看 一些人比较優秀 一些人比较高 一些人比较高 你可能会看 哇 这较高 这会丢 我要来投票 要投 会丢 所以说 我们这有不一样的 这个循环啦 这样总是 我要给 听众朋友 大家来说的 我们的理想 我刚才第一段 也跟大家说 理想是 一个人有理想 这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这是一个很崇高的事情 而且呢 你又要为 婉意 为你的理想 去打拼 那我觉得 这个部分呢 就是 就是非常的好 不管你几岁 无论说 我现在六十回 我五十回 我七十回 我九十回 只要你的理想 又在的 你婉意 为他打拼 付出 我感觉这都是 很棒的事情 一直可能 到我们 走到 这个人生的终点 我觉得 总比就是 浑浑噩噩啊 你说去吃毒啦 或是说 整天没有事情 去讲人 饮饭啦 这 官人的 加来书啦 丁丁的 我觉得 好太多啦 对吧 所以说 我们台湾的 经过 不一样的 教育的 这个世代 开始做出来的 这些事情 其实是不一样 但是我相信 我们现在 恒主席 在那些 这个 这个 忙碌 这些资讯 发达的时代 我相信 大家 比较可以 去判断 说 什么是好 什么是 我们台湾的 什么是 我们自己去追求的 我感觉 如果大家 做会 可以去这样 做会 追求 我们建立 一个 自己 要爱的 一个国家 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 这是一件 呃 我觉得 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做得到的话 这一生 无悔 就是无怨无悔 而且也值得了 那不是这样 我们大家都会打拼 这个东奥正名的联署 要拜托大家 尽量来联署啦 剩下没有多少天了 这个月底前要送出去 八月底前一定要送出去 才赶得及年底的合并大选 所以拜托大家 我是台南政理法委员祝妮安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这个 下星期 交一个时间 在我们之下 共同再会 拜拜